POP抢先报 还是说习以为常了 不会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我也蛮喜欢的 因为这样的话 就让人家很容易就会认识我 然后既然是最矮 现在还没有人出来跟我唱一下 说他才是最矮 所以我还是保持最矮的一个名称 看到这个建制本人 乐观 开朗 而且像个上班族 当然建制的人生过程 故事的这个过程 很值得我们来学习 就是听陈建制的故事 想想自己 对 想想自己 这我常常在讲 我们今天有故事 我们常访问非常多的人物 建制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为什么只有123公分高 因为我罹患的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叫做先天性成骨不全症 形成的成骨头的骨 成骨不全症 那是因为我们的基因里面有一点的变异 然后造成了我们的骨头中的一种成分 叫做第一型胶原纤维蛋白的一个缺乏或者变性 造成我们的骨骼会形成不良 形成不完全 然后会容易骨折 像当那样的就是身高的话 就会不会那么高 就不会跟一般的人高一样 建制其实你发现的很晚是不是 你大概是已经十七八岁的时候才诊断 就确定 为什么是这么晚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家里面的人 或者我在我是出生在乡下 大家都会以为就是说 就是骨头比较爬 比较软 比较软 然后到了我长长骨折 然后一直到了我十六足岁以后 可以参加劳保 那时候我爸爸开工厂 然后我当工厂里面的员工 所以就加入了保险 然后就可以去医院 然后开始做 如果骨折的话就开刀做手术 那时候就想说 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我是什么样的疾病 所以说就去到台北龙总 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检查 那检查完以后 他告诉我说 我得到的是这一种疾病 应该是说 以前就有一些症状 你也觉得自己 比如说身高啊 或者说常常跌倒 骨折的这些症状 应该是有一些些病 那只是说你去诊断的这个实际点 比较晚 应该是这样 那在这先前呢 先前你从小到大 在这个譬如跟人家玩耍或上学啊 这中间我看你好多次休学 那那个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像国小的话 虽然是每个人都是读六年嘛 对 我也是一样读六年 但是呢 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学校 因为呢 大概就是一开学 然后呢 去上学 然后没多久呢 跌倒 然后骨折 然后就回家休息 每次都要两个月三个月 然后再回来读书 那到国中以后啊 我国中跟人家读不一样 我读了五年 因为我休学了两次 那因为国中 也是同样的原因 也是同样的原因 但是就是说 在成长期 我这种疾病的一个 骨折的次数就增高了 增高了以后 大家就 我自己也会觉得是说 我需要了解说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 于是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就说 我必须要休学 然后呢 去看我到底是怎么样的疾病 以及说 我如果说骨折比较严重啊 我必须跟不上别人 同学的一个脚步 所以 我要休养一年 这样子 啊当然我爸爸妈妈都 都是很随着我啦 我说休学就休学 然后呢 去上学 去上学 然后 后来就是国中呢 就五年 就把他读完了 这样子 就是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好可爱 这个父母亲 呃 他们看待你这样的一个特殊状况 他们抱持什么样心态 那以及这个疾病 应该是遗传性的 对不对 家族中 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吗 呃 本来呢 我兄弟姐妹里面啊 就 我比较脆弱 就比较常骨折 其他的话 我哥哥 我姐姐 也都只有骨折过一次 然后我弟弟就没有骨折过 那我们后来的话 是因为我 呃 生了孩子以后 去检查出来是说 孩子跟我的那个 基因的变异点是一样的 嗯 然后 甚至后来 我哥哥 我姐姐 他们生了小孩 也骨折了 嗯 啊 于是呢 他们有一起去做基因的检查 是 就发现 诶 都一样 都一样 当然就不是我的问题而已啊 那我们就想说 可能是我爸爸的问题 那我爸爸也有一些症状 就是包括我们的呃 眼白的部分 他也是蓝色的 嗯 然后呢 他也比较容易骨折 但他不凸显 是吗 他没有那么 他没有那么明显 嗯 然后所以呃 呃 我们也有 我也跟我爸爸讲啊 然后我爸爸就说 那有可能啊 嗯 当然我们就 不计较了啦 然后反正我们就知道是说 接下来我们要去想的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嗯嗯 是呃 通常 一个家庭 对 他当然就说 结婚生子 他希望说是非常呃快乐美满的 那至少维持一个就是说 哎 我们大家是走出去都是一样的 好呃 不好意思 见着我没有完全 我们完全没有那个 其他的那种奇异的心态 那呃 只是说 当家人至少父母亲 他看到自己的小孩 嗯 呃 是这样子 他有没有用一些特殊教育 比如说在你呃身心健全方面 他希望你保持什么样一个心态 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特异 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在我这个小时候啦 嗯 甚至到呃到高中之前 嗯 他们都是很忙工作的 嗯 然后我只知道是说呃 他们表现给我看的就是在面对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 嗯 他们都是很努力的去工作 嗯 那我妈妈就曾经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 简直你要勇敢提出勇气 嗯 然后面对你所有以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嗯嗯 因为他也他也不知道我这种疾病到底以后会怎么样 然后会遇到的怎么样的问题 他只知道说容易骨折 他也是说叫我小心 嗯嗯 啊当然他骨折的他也不能代替我痛 嗯嗯 只能说就是在旁边照顾我这样子 嗯 啊后来他们也没有说特别的一个教育我们 嗯 怎么样只是会跟我们讲说呃 他我要 坦然面对 对要坦然面对 然后要提出勇气 嗯 然后他们也给我看到的就是说 面对所有困难都是努力以赴去解决 嗯 所以就养成了我们呃 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这样子 遇到困难我们都会很努力的去解决 嗯嗯 就是像那个我们一般哪边 哦 这个一点小伤都痛哦 何况是你再三 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骨折 骨折很痛啊 我们曾经访问很多医生他们在做急救的时候 他听到那个骨头断裂的声音 嗯 他们都不忍心在做急救 嗯 可是还是必须要做急救 那个那个是痛你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你那么小从小到大那么多次跌倒那么多只骨折 你都是怎么因应过来的 其实从小到大大概有二十多次的骨折啦 然后呢大部分就发生在呃大腿骨 还有手臂 手臂 然后呃其实每一次的痛 当然每一次的骨折当然都是很痛啦 嗯 啊也是就休养这样子 嗯 然后久了以后就发觉哎 骨折了那就是送医院嘛 然后呢开刀 然后出来就OK了然后休养个几个月 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会会再去呃 着重在说骨骨头骨折了会很痛这件事情 嗯嗯 啊我们只是希望是说我们如何去防范不要骨折 嗯 这样子然后呃去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包括加强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要训练自己 对对对对 然后呢啊包括自己的行走的时候要注意这样子 那妈妈第一时间呃 呃经过你诊断证实你是这样的疾病 听说妈妈还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因为因为医生那时候跟我讲说我们这种疾病在文献上面活 几率不高 活不过25岁 他主要是因为这样 对主要是因为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十六七岁了啦 然后那就想说哇那生下没几年了 做妈的 对对对当然他很伤心啊当然我们后来离开医院以后回到家里 诶几乎就忘记了因为就忙于生活嘛 我发现我们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 我又告别了我班上的同学 等到我好不容易身体可以了我再去复学 没多久 又又是这样样子那我可能就落后了很多那种思绪夹杂 那就是曾经有想不开过曾经有轻生过 对嗯 但我想不开轻生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跟人家的点不太一样 嗯 并不是说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辛苦 这么痛苦 嗯 我要我要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反而就是因为说因为我生病所以必须要很多人来帮忙我 到我病好一点以后 到学校去以后 又有同学要麻烦 你主要是怕麻烦别人 对怕麻烦别人 我后来就想说 这么样的一个没有能力 然后都需要人家的帮忙 那我以后到底有什么希望 那没有希望的过程 当然就没有再续续 可以活下去的人 但是后来我发觉是说 活着呢 其实彼此却还要勇敢 然后呢 妈妈也是叫我说要提出勇气 所以说呢 我就试着去找出说 在生活中 我有没有能力 我可以帮助别人 后来我发现 真的呢 我有其他许多的部分 我可以帮助别人 包括我的功课比较好 我的数学比较好 我可以解释数学问题 给我同学听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哇 你讲的比老师还要好 那我就觉得 小老师 我就觉得说 原来我有这个能力 然后呢 很多同学很喜欢跟我讲心事 然后呢 我也会用我 比较特别不一样的生命的历程的 一个观点跟他们讲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哇 那就会有时候会 会暂时的会 缓解他们的一个困扰 然后他们就觉得 哎 我很棒 然后甚至他们都很喜欢 就是跟我在一起 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 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 所以我就养成了 帮助别人的一个习惯 建制你后来明白了吧 对 明白 帮助别人 其实很快乐 没错 一点都不麻烦 没错 你教别人的时候 教你同学 你会觉得麻烦吗 不麻烦 拜托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很愿意帮忙 而且建制你再说一遍 活着跟死去 那个关系 你后来 你再讲一遍 其实 其实活着彼此去勇敢 勇敢 对 勇敢 我喜欢当一个勇敢的人 勇者 其实我们等一下接续谈 陈建制的故事 你会发现他相当的伟大 他后来不只是教这个同学 或者其他的人跟他诉说心事 他做了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休息一下电脑广告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带您抢先职集新闻现场 胖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有故事 我们今天做的是程建制的故事 他是一位进程车司机 那他司机目前只是兼职嘛 正职 现在是正职 先前还有一段时间 是在学校里面做研究助理嘛 那 就是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高中一年级 是你非常特殊的一个关卡 那一年你骨折了三次 家里是做鱼温的 那不幸遇到台风 鱼苗全部泡汤 那家里欠上三百多万元债务 你非但休学 你还跟父母亲北上卖小吃 做炭烤 而且做了非常久的时间 卖了三年的炭烤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回顾 那一年你怎么应付的 其实对你来讲人生关关难过 关关都过了 没错 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我很喜欢读书 然后我高中一年级完了以后 要生二年级的时候 我选择了社会主 然后我以后想要当律师 然后我很努力的读书 但是每一次都会有骨折来打扰我 然后高中一年级就三次 然后最后一次的时候 就是在要生二年级的一个暑假 然后我发觉 我说老天爷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你到底要怎么样 对你到底要怎么样 然后我很辛苦的 很努力的考上高中 但是我也很努力的在读书 但为什么给我那么多的苦难 磨难 磨难 然后当然老天爷不会回答你 然后过于现实 我真的就是跟爸爸妈妈 到台北来做探考的生意 那当开始的时候 当然也是做得很累 然后但是后来呢 看到妈妈很辛苦的在 在为了这个负债 然后在努力的在工作 我们也是努力的在背后支持她 我就是在家里面准备 就是那些食材 然后我最记得我每天呢 就要卤一大锅的那个鸡屁股 然后我要处理鸡屁股 但是呢我处理鸡屁股 经过我的研究啊 我可以把它串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串 然后我后来发觉 以后啊搞不好 我可以当一个鸡屁股王子 当然啦 因为我妈妈 我爸爸他们把负债还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摊子呢 就交给了我姐姐 和我姐夫去经营 然后呢我们就回到乡下去了 然后乡下去了以后 妈妈就问我那你要做什么呢 那我就想说好啊 那我学个一期之长嘛 那因为我在那个 在台北做小吃的五年中间呢 骨折了两次哦 又骨折两次 又骨折两次 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因为我利用这两次的修养的时间 我考过了高中同等学历 是太好了 然后回到乡下以后 我就有那个资格 我可以去补习 然后考大学 然后呢也考了世纪二专 后来世纪二专的成绩比较好 我就登记到了嘉义大学 那时候是嘉义技术学院 然后受医系 受医系要特别讲讲 你本来想做医生的 哎前面我还不知道你想做律师啊 他律师后来显然是略过了 律师呢 因为因为高中这样子休学以后就 后来就没有继续在这样子想 律师要念个律师考律师什么很难啊 对啊 然后呢后来呢因为长生病 然后想说做个医生也不错 在那个补习的期间 一年多的期间 我发现我的生物非常的棒 因为我生物考考试出来的话 在大学联考排名的话 在全国至少还有几百名以内 超高标还有20分以上 那这个要气救一下 生物为什么特别棒呢 生物特别棒的话 是因为我在读生物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模拟成我自己的身体 然后呢怎么样运作怎么样 然后呢就会有那个画面 然后甚至后来啊 我当起我们那个补习班的生物小老师 数学也好当我小老师 生物也不错 是的 都是因为也是兴趣 然后后来就觉得学医也不错吧 然后就努力的去考 但是呢 其他科没有办法一起上来的话 那当然就没办法当医生了 结果后来受医系有登记上了以后 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去读兽医系 然后爸爸就说 兽医系 你如果去我没有研究 你就跑掉了 要怎么当兽医 然后我说 兽医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看 现在兽医很赚钱啊 到处都是那个宠物店啊什么的 没错 没错 后来没干兽医吧 当然一部分就是我 就是都没有考上兽医师执照 另外一部分后来 我也去观察了一下我的同学 他们其实都开兽医院 但是我后来发觉 他们真的做这个工作 需要有很好的体力 很好的体魄 然后呢 很好的精神 那相对于我这个年纪 这个体力 这个身体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于是我就开始思考说 做什么样的工作 比较适合我嘛 当然也做过研究的助理 就是做一些组织切片啊等等 那但后来发觉 我未来我到底我想要做什么 那后来我就想一想 我的优势在哪里 我优势是 一 我有一个计程车的执照 然后我喜欢开车 然后我喜欢做服务别人的工作 于是呢 我就在等待机会 等待我们云林县啊 开始有可以推广 以及补助 所谓的无障碍计程车 的方案出来 后来终于在104年底的时候 终于哦 终于他有提出了这个方案 我第一时间就赶快写企划书 瞒着所有的人 然后呢 写企划书 然后偷偷送上去 2015年底2014年已经完成选举 李静勇县长曾经来过我们这边 所以是他的一个政绩 那个时候是 所以说我 我那个送上申请书以后 也通过了他们的正式的一个会议 然后呢 正式又是跟县政府签约 那个时候我才跟我的家人啊 同事啊 甚至老师啊 说我要离开了 我要去当计程 然后呢 他们都说 嗯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呢 你怎么放得这么 那个就是稳定的工作 啊为什么不做 然后去做这个比较不稳定的工作 当然当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很强烈的跟他讲说 这不是不稳定 这是有他的市场的 那我只能就是说我想要做 啊后来他们也就让我去去做 发展另外一段人生了 其实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再跟建志来聊 建志 呃 遇到学妹 结果一见钟情 结果他在大二 而且他这个大二 大家听了 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大 我刚才说 早婚呢 他那时候28岁 娶了学妹 学妹是21岁 呃 想必家人 女方的家人会反对 突破重重难关 这又是你的关卡 啊 结果他现在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女一儿 好 一女一子 然后呢 我等一下特殊介绍的 他开计程车 开的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 等一下 那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到我们现场来聆听 陈建志的故事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故事 说的是陈建志的故事 建志是123公分高 又是玻璃娃娃 也是我们呃 非常敬佩的计程车司机 那我这个题目下了非常久 我们呃 谢谢他远从云林 到这个台北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跟建志私下也聊的很多 建志 嗯 在这个人生哲理方面 我们等一下会做个总结 但是 上天自有安排的 上天对你牢齐筋骨 苦齐心智 然后让你生命遇到非常多的变化跟转折 那所以 你也一转 转到台北来了 那也 后来也考上这个 受益系 然后巧遇 你的新娘 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爱情故事 陈建志的爱情故事 哈哈哈哈 我的爱情故事其实是来得很突然 嗯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我大哥那时候已经到呃大陆那边取得我大厂 嗯 然后呢我妈妈跟我讲说陈建志在给你一学期的机会哦 嗯 你只要没有女朋友的话我要帮你带去大陆哦 嗯 然后我就说好啊 然后他给我了一个平安符 嗯 他说这个是我帮你求的平安符 你住在学校外面 你要放在枕头底下 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呢 我太太忽然来找我了 嗯 然后呢我们就在一起了 嗯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个符呢 是我妈妈去求的姻缘符 嗯 然后呢 很艺艳的 很艺艳的 然后呢 吸引到了我太太到我的身边来 嘿 然后呢 我太太后来也知道了 然后呢 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呃 你呢 要小心 因为呢 请神荣义 你就送神难 哈哈哈哈 就是说你这辈子 没办法把我 没办法 这个抛了 嗯 所以 那他曾经跟你说过什么 譬如说 我为什么爱你 我想照顾你 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他那时候因为 他的高子同学 是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 然后他也常常看到我 因为我去找我同学 嗯 我那时候在学校比较 有点风云 你还是干部 对对 干部 然后呢 会常常到学校的各班啊 就班级去晃 然后他 我太太据他所说的 她说 奇怪怎么那么小的一个人啊 那么奇怪的一个人 可以这么的开朗 这么的开心 能量很大 能量很大 然后他就想要来接近我 然后后来他知道说我没有女朋友 他说好那 他来当我的女朋友 要来照顾我 嗯嗯是 然后呢 呃 要来照顾我 然后后来他发现啊 哎 好像都是我照顾他 哈哈哈哈 包括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太会煮菜 嗯嗯嗯 因为我 我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跟着我妈妈旁边去学煮菜 然后我就会煮好吃的给他吃 嗯嗯嗯嗯 然后后来他就说哦 你煮的太好吃了 哈哈 抓住他的胃了 然后以后呢 嗯嗯 以后他不 不想煮的时候 他就说 那你煮了 你煮的比我好吃 嗯嗯嗯 那你怎么说服他的父母亲 让他嫁给你 其实呃 当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连串的一个反对的 嗯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太太的坚持 嗯 他一定要跟我在一起 嗯 然后呢 后来我们也是去办了公正结婚 嗯嗯 公正结婚以后 爸爸妈妈就没有理由 嗯嗯 好 再来反对我们两个了 然后到了后来我呃 女儿出出生 然后呢 我毕业以后工作 然后呢 我第二个小孩出生 他们我的岳父岳母 还有他的阿嬷也许 嗯嗯嗯 就是看说 哎 呃 这个 这一个 虽然 陈建智虽然不是很 外表很降宅 嗯 但是呢 他也是有赚钱照顾家里 嗯嗯 也有照顾小孩 嗯 他至少他不会打老婆嘛 哈哈哈 因为他打不赢老婆 是 而且一间挑起家里面的重担 哦 对 那在呃 女儿出生以后 儿子出生以后后来 证实是说女儿有遗传到 是的 呃 你们两夫妻怎么面对 呃 当然我太太她也是会觉得说 当时她会觉得有点对不起 怎么会生 嗯嗯嗯 就是有生出跟我一样疾病的 嗯嗯 嗯嗯 但是我是觉得是说 唉呃 呃 既然遇到了 嗯那我们就呃 呃 积极的去面对 坦然面对 坦然面对 嗯嗯 至少 我呢 至少我再想说 至少有我可以当榜样啦 嗯嗯 让他至少说 呃以后 而可以知道是说 即使他遇到最大的困难 嗯嗯 他还可以像爸爸一样努力的去 工作 而且你们有一句精华 真的是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听 哦 我们每一个人生 都有不同的面貌 陈建制有陈建制的面貌 黄光琴有黄光琴的面貌 那我们必须尊重 而且必须接受 我们生命本来的面貌 你也是这样跟小孩子讲的 就是接受生命本来的面貌 其实你在生命中 本来你是一路顺遂的 但你中间遇到了困难 变成了不一样的人 但仍然还是可以乐观的 面对你的未来 其实有一小段 我在台北的时候 有去上了一个所谓的 声音障碍的电脑班 里面有一个同学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是美国一个读电脑 然后回来国内 有拿到一个很好工作的男生 然后他居然 就是在一次车祸的时候 摔断的颈椎 然后造成他的记忆 还有他的智力都下降 但是有一次我在他回去的时候 他下车的时候 我问他说 那你等一下要做什么 然后他回过头来 很开心的 给我一个很灿烂的笑容 他说 我要去逛街 看看电影 然后回家 然后那个冲击让我知道 是说 即使像他这样的人 都可以这么满足他的生活 我为什么不行 我还可以动 我还可以有智慧 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有什么不满足的 于是我觉得说 要满足于当下 然后接受原本的自己 然后努力的去开创自己的未来 对 你建议你开计程车的时候 本来同事想说 这还乱呢 那你的身上也背个什么都篮 那同事们跟你很友好 都叫你霸告 对 那你后来是希望服务更多的人 所以你去改装你的车子 然后希望成为计程车里面的 就俨然是计程车里面的富康巴士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一段 其实我就是一直在注意 我自己本身就已经有计程车执照 已经大概有11年了 然后我一直在注意的就是 无障碍计程车这一块 然后我一直想说 我如果是不是有能力 可以来当这个计程车 无障碍计程车的司机 当然会有说考量 人家也会说害怕说 你自己就这样了 你怎么能够服务别人 然后后来我就是在我的企划书里面 去努力的去补足这一块 包括改装 包括我做怎样的一个安全的措施 我可以服务好 每一个需要服务的客人 那后来很幸运的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6月的时候 那个车商呢 出了一台这样的一个 很符合我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车子 太好了 我都不用再改哦 因为我反而怀疑说 他是不是抄袭我的 因为我的企划书呢 梁圈打造的 我的企划书是找他 找他半年 然后呢 后来发现 真的很非常的适合我操作 我甚至可以独立 可以去服务 那个坐轮椅的阿公阿妈 以及身心障碍者 这时我觉得非常的有信心 于是呢 我在加入了车队以后 我也是 很开心的去做这样的服务 我的同事 也都是看到我 为什么我 一个计程车司机 可以坐得这么开心啊 照他们这样讲说 为什么每天看到你都那么开心 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是很开心啊 因为我可以出来 我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载客人 然后呢 又可以赚钱 然后可以跟客人聊天 我真的非常开心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是 陈建志踩着梦想的力量 你散发出这样的力量 而且这是一个公益纪录片 那你本身也是先天性成股 五部权政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我要跟许多的乘客讲 看到陈建志穿着制服 站在那边 想要为你服务的时候 不要往后跑 他除了这个行李 要你自己上之外 他会有一个像拉链一样的一个绳子 他把他拉着一关 他说你好 你下次碰到陈建志的时候 也透过我们传播力量 你说 嗨 建志你好 我来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建志 接受我们的访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 非常再次感谢您 远从云林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收听 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